汉江传媒大学学院2023年毕业典礼于9月29日圆满落幕 245名学生高唱离歌 其中为108名学士学位及137名专业文凭的毕业生 分别来自传播与媒体学院 应用创意艺术与设计学院 商业与管理学院及中华研究院 另外,共有7名学士学位和6名专业文凭毕业生 荣获杰出毕业生奖 25名学士学位及15名专业文凭毕业生 也获得了年度优秀学员证书 随着学历课程的完善 今年的毕业典礼也别开生命 既由汉大副校长拿督邓骏涛教授 首持汉大学术权杖入场开启毕业仪式 此举既见证了学位授予 也融合了汉大的精气神 凝聚了学术底蕴、文化传统及思想品格 可谓是汉江教育发展史上的历史性一课 此外 汉大今年也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 除了正式开办中华研究博士学位 也有三名学术人员晋升为副教授 他们分别是汉大校长马国辉副教授 中华研究院院长杨金川副教授 及讲师陆斯林副教授 其中杨金川与陆斯林副教授 也是2006年毕业于中文系的寒江校友 并在获得中国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后 回来母校服务 我在也呼吁更多的毕业校友 学有所成后 可以贡献补效 回馈补效 随着我们的中华研究博士学位课程 正式运行 也标志着汉大的学术 将朝向更高层次的学术火葬 汉大以传媒起家 以中文为本 我们期待的可以培养和看到更多能为中华文化和中文学术领域做普遍的毕业生 今天 儿污战争依然牵动世界格局 导致物价高涨 各国的评估报告都相对悲观 尽管外界的挑战是那么坚军 而我们尊敬的名义校长 丹斯里·纳杜斯里·陈国平局森 董事长 纳杜斯里·黄世新 以及各位董事的影响 在地流中朝向新兴向往的发展回答 汉江三校执行顾问丹斯里·纳杜斯里·陈国平局森表示 汉大继中华研究硕士学位课程的开办 到博士学位课程的正式运行 完善了从小学、中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华文教育体系 汉大近年来不断地推动系列的改革 除了提升校园基础设施的质量 也在学术上通过校内外考评 让教职员能够晋升副教授 以培养国业的教学与科业团队 在国际学术的交流合作上 汉大也已经以中国、泰国、等国既学术机构签订耗作完成 并取得显著的成果 2023年更是汉江教育迈向全新里程碑的开始 万中期待的汉大新大楼已经动土 这项耗资7000万令吉的现代化进入群 加上寒江小学和寒江中学 将塑造三校并里一片校地的完善寒江教育体系 成为我国教育的标志 寒江教育城 在一切的规划完成后 寒大、寒中、居小学 势必成为寒江人的教育 我为我比较舒适的环境 因此我选择昂江教育 学生教育我非常好 所以这是最好的地方 我真的在这里学到很多 就是他们提供比较体系 所以我觉得以后对我的工作会有很多的帮助 我们也是考虑到汉大也是不错 他说这边有他们的梦想在这边汉大 叫他们又选择这边 因为他自己也是缺帖蛮多 然后觉得这个比较好 所以他就选择这边 所以我们支持他的意见 好像他之前都不是很有信心 所以他在这边之后有蛮多的平台给他 他可以当主持啊什么 而且增加他胆量 觉得很不错 汉大的课程其实在中文方面的话 还是很专业的 因为我曾经有参与过系学会 然后举办过很多个活动 可以在我往后的工作上面 可以有一些经验啦 汉大的课程是很OK啦 因为我学到的东西 我都有apply在我的工作 像content creating啊 或者是video editing啊 还有一些graphic的software 像photoshop AI那些 我们都会用在工作上面啦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就是之前18年的GAA吧 那一次是因为当年都是由我们学生筹办 所以那年的活动 其实我学到很多东西啦 所以我会希望如果未来的学弟 学妹如果有机会就参多一点 event啊 参多一点活动 这样子才会更是认识更多的人 还有体验更多的校园生活 我个人觉得这次的b点礼是办到很不错的 因为历年来我有参加过其他界的b点礼 我觉得今年的b点礼算是蛮效率的 恒大今日的飞黄成就 不仅依赖董事会的改革 更需要全体师生的共同参与才能成功 所以说同学不仅是恒大发展力 历史的见证者 更是推动学校进步的重要参与者 我期望各位同学能够保持初心 坚定信念 创造出于自己光明的未来 谈大新闻记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